佛菩萨要度众生 度众生要有好榜样 爱仙老和尚 实在是 他三十岁以前 就可以往生 那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 他统统去除了 拉到了 那他也想去 阿弥陀佛祝福他 向他多住几年 为大家表伐 表伐就是做榜样 给大家看 他修得好 好在哪里 他对于 释出世界法 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真的好啊 发上因实 何况非法 他做到了 持切 威胁 做得圆圆满满 那是什么 那是为教化众生 给众生做个好榜样 好榜样是最难得的 慈悲 佛话什么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方便就是他表现 在他身上 你看 无论在什么时候 一切时 一切处 他对人 对死 对物 认真 啊 啊 表认真 的发 表慈悲 表欢喜 啊 无论出家在家 男女老少 平等的欢喜 啊 医生 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说过 别人不是 那 所以 人都喜欢 亲近他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世界 就缺少这一点了 这个太重要了 大慈悲 欢喜 暴容 忍让 啊 习腹 你细心就观察 啊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做得那么自然 我们要学习 他活在这个世界 他有方向 他有目标 啊 方向是什么 活一天 做一天 好样子 跟上看 这是教学啊 神一行 一言教 神 做出榜样 跟你看 啊 你向他请教 他会 很简单 很踏实的 教给你 言语简单 啊 最简单的一句话 遇到人 总是提醒 好好念福 成佛是真的 都是话了 真的 成佛是真的 成佛是 华业 四月都去除了 那这是真的 其他的 全下的 啊 心上 决定不能有 发上印实 后款会发 啊 佛法 为什么不能放在心上 心上本来无一无 你放个佛法 不就麻烦了 佛法是不得已而说的 是因为中心有病 这是治病的 病好了 药要丢掉 病好了 还天天吃药 又吃出病出来了 啊 所以告诉你 法上印实 后款会发 啊 法是给我们歧视的 不能做样 你执着他 真有个佛法 错了 清净心理 一发不劣 那来的佛法 所以 从体上讲 自信上讲 不够得 不够得